离离云上草 一岁一枯荣 这几年的生日 我都在随遇而安的 寂遇中迎来 然而每次都有 平凡中的小雀行 使得这种随遇而安 倒可以变得闪闪发光 凌晨五点醒来 明明是去看布施的好时间 可我就是想赖在 湄公河边的晨曦里 直到十点 随后沿着湄公河 和南康江中间去的大陆 朝着相通寺反方向 没有目的地慢走 就撇到了一座 几乎没有游客的寺庙 树米长的银色龙舌 湄公河守护神那家 吸引着我 踏进了宝塔寺 微风吹着 不知何处的动力 散散凉凉的僧侣 在打扫的庙堂 经历着花园 乱拍照时 偶遇一个小僧侣 闯入尽头 镜头外 他还冲我灿烂地笑了笑 嗯 可不要动得烦心哦 但这座寺庙 却是皇家的墓葬寺庙 建于1729年 毁于1774年的大火 只游下了主殿的 一尊同志佛像 在十九世纪处出 泰国的工匠 重建了他 那座供奉着 皇室尸骨的黑塔 和金光灿灿的 红木寺庙 散发出了特别的魔力 让我不有自主地 脱下了鞋 走遍了全城 走出寺院后 又莫名去到了 童话般的光系瀑布 晚上 顺着摄影者的角度 还偶遇了 湄公河 灿烂的日落 接着 顺手走进了 日落那个角度的 河边餐厅 遇到了90%的中国同胞 和他们畅快地聊天 互加微信 虽然没有告诉他们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但是我好像 就这样度过了一个 热闹的生日一晚 我总是喜欢这样慵懒 平凡的 又带有意外甜蜜的 特殊日子 就好像 幸福 出手可及 这个姐姐说 这个是壮阳的 那我就不喝了 这个是 虾 虾 虾 这血不好 我血压怎么不好 哦 血压不好 哦 血压不好 我血压挺好的 这个是对脚 对脚 脚脱脓太累 是的 我太累了 我已经走了三年了 我要补一下脚 所以我就喝这个 随便进入一家面馆 去他们的米粉 总是会给你一盘 各式各样的蔬菜 我也不知道怎么吃 就会把它混在一起 是 在演艺要不要再去 搅在一起 紧想的你 可不可以帮我 什么关系 不然是你 所以 也引不起我的兴趣 怎么办 我对旅游 免疫了 再加上这个花花绿绿的镜头 今天是2023年的2月15号 一个特殊的日子 但对于我来说 今天也是非常 频繁又特殊的一天 去了很多小众的地方 然后又慢慢走出了 相通走的区域 走了好久好久 来到了一个镇中心 看上去像他们的普通居民区 又是这样的快餐的一排 所以我就来尝一尝 所以在夜市上看到了 但是没有买 我就买了它这个烤鱼 夜市上卖7万 8万 它这里只要3万 另外这种鱼 才2万 我还买了一个 芭蕉叶包的一个猪肉 这是包的鸡肉 混合其他的一些本土的蔬菜 材料做成的 有点酸辣的凉菜吧 我觉得是 但又像蔬菜和肉在一起的凉菜包 很难形容 因为我在万荣吃一个 这三个加下来就是4万5 当地货币 折合人民币18块钱 比夜市便宜了三分之一 看他们米的物价 最贵的是1万5 6块钱一 一公斤 3块钱一斤 最便宜的是12 4块8一公斤 2块4一斤 这个是他们自贴 贵的 这还是1万7的 跟我说一块倒一块倒 说N次一块倒 对不倒 我说到时候逛逛了 看看他们这边的烧烤 这是什么 菌子还是肝 还有翅肩 小肠 鸡腥 哎呦 这个黄色看 这个 虽然看上去 有点怪 但是我决定还是尝一尝 全部都是一间 也就是 4毛钱 哇好便宜 我觉得挺奇怪的 是不是因为 现在是中午天气炎热的原因 然后从我住的那个顶区 一路走过来 都没有看见什么游客 哇 找回了一点泰国的感觉 哇 这虾 但我 现在已经没有做菜的动力了 我的酒店也不是色菜的名次 我相信这里的 卡车也是会非常便宜的吧 我像大部的关西瀑布 本来没有打算去的 我问了一下他当地的去关西瀑布多少钱 他跟我说10万当地货币 就是40块钱 哎呦 我也不知道这个价格 是贵是便宜 要是5万块钱就好了 哎呀 我的运动相机又摔了一下 我跟他说我要去个过程铺 让他便宜点带我去 8万 432块钱 过去也要半个小时 他给我讲他的儿子 在泰国做生意 现在去买香蕉去了 说他儿子带我过去还是什么 我真的那么像泰国人吗 哈哈